受到长时间高温少雨影响 颇阳湖创下70年来 最早进入枯水期记录 原本这季节 一半以上会泡在水里的斜山岛 现在从顶部到底部都被看光光 大家看到的这个小桥露出地表 大片的草原 还有斜山岛下面的溶洞裸露出来 我工作20多年来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在8月份看到这样的景观 同样可到爆的还有洞庭湖 枯水位时间比往年提前80天 比较6月和8月的卫星图 水体面积明显大幅减少 洞庭湖自然保护区 最近捕捉到野生迷路觅食画面 网友惊讶发问 湖里的水都跑去哪里了 另外同样属于长江流域的嘉陵江 有网友拍摄到大量砂石裸露 问说难道水都被晒干了吗 因为现在重庆持续高温 然后旱情进一步发展 大陆水利不统计长江流域雨量 比过去同期少了四成 目前包含四川 重庆 湖北 湖南 江西 安徽等六省 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116万公顷 干旱导致新鲜蔬菜跨区运送规模扩大 保鲜和运输成本增加 大陆农业农村部监测 七月菜价已经涨了两成 另外受到股物欠收 饲料变贵影响 猪肉价格也上涨20.2% TVBS新闻交换我林明珍综合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